若望末世录 第21章 随后,我看见了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先前的天与先前的地已不见了 还也没有了 我看见那新耶路撒冷圣城 从天上由天主那里降下 就如一位装饰好 迎接自己丈夫的新娘 我听见有宝座那里有一巨大声音说 这就是天主与人同在的帐幕 他要同他们住在一起 他们要做他们人民 他亲自要与他们同在 做他们的天主 他要失去他们眼上的一切泪痕 以后再也没有死亡 再也没有悲伤 没有哀嚎 没有苦楚 因为先前的都已过去了 那位坐在宝座上的说 看 我已更新了一切 又说 你写下来 因为这些话都是可信而真实的 他又给我说 已完成了 我是阿尔法和敖墨家 原始和中墨 我要把生命的水 白白的赐给口渴的人喝 胜利者必要承受这些福分 我要做他的天主 他要做我的儿子 可是为那些怯懦的 失信的 可耻的 杀人的 奸淫的 行邪术的 拜偶像的 以及一切撒谎的人 他们的地方 是在烈火与硫磺燃烧着的坑中 这就是第二次之死亡 那拿着七个满城最后七种灾祸鱼的七位天使 其中有一位来告诉我说 你来 我要把高阳的敬佩新娘指给你看 天使就使我神魂超拔 把我带到一座又大又高的山上 将那从天上由天主那里降下的圣城 耶路撒冷指给我看 这圣城 这圣城 具有天主的光荣 城的光辉 好似极贵重的宝石 像水晶 那么明亮的仓裕 城墙 高而且大 有十二座门 守门的 有十二位天使 门上写着 以色列子民十二支派的名字 东面三门 北面三门 南面三门 西面三门 城墙有十二座基石 上面刻着高阳的十二位宗徒的十二个名字 同我谈话的那位天使 拿着金炉尾测量尺 要测量那城 城门 和城墙 城是四方形的 长宽相同 天使用芦苇测量尺 测量了那城 共计一万二千斯塔迪 长宽高都相等 又测量了城墙 有一百四十四轴 天使用的是人的尺寸 城墙是用水仓玉建造的 城是纯金的 好像明镜的玻璃 城墙的基石 是用各种宝石装饰的 第一座基石是水仓玉 第二座是蓝玉 第三座是玉随 第四座是翡翠 第五座是赤玛瑙 第六座是斑玛瑙 第七座是橄榄石 第八座是绿柱石 第九座是黄玉 第十座是绿玉 第十一座是紫玉 第十二座是紫荆 十二座门是十二种珍珠 每一座门是由一种珍珠造的 城中的街道是纯金的 好似透明的玻璃 在城内我没有看见圣殿 因为上主全能的天主和羔羊 就是他的圣殿 那城也不需要太阳和月亮光照 因为有天主的光荣照耀他 羔羊就是他的明灯 万民都要借着他的光行走 世上的君王 也要把自己的光荣带到他内 他的门白日总不关闭 因为那里已没有黑夜 万民都要把自己的光荣和财富 运到他内 凡不洁净 行可耻的事及撒谎的 绝对不得进入他内 只有那些记载在高阳生命册上的 才得进入 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